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我是主持人严正生 今天4月23号是国际阅读日 书本是人类启蒙的一个重要的管道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四书五经也好 或者基督教的圣经 这些都是改编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著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先来跟大家聊聊阅读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宫崎骏动画新之谷 热爱阅读的少女 因为图书馆借书卡 牵起一段不可思议的缘分 不过这样的手写借书卡越来越少见 因为世界各地的图书馆 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在中国广州 这台机器可不是提款机 而是当地第一座借书ATM 放上借书证感应 多达600本书 开始转动任军挑选 提供24小时服务 是段的 这样的书还是很多的 看一看能借借几本 求知的渴望跨越国界 德国公益团体1970年代开始 发起船上图书市集 今年远航来到菲律宾 超过50万本书 让民众看个过瘾 小朋友完全免费 大人也只要不到15元台币的入场费 会移动的图书馆 对偏远又贫穷的地区 特别需要 在肯亚 骆驼队伍背着一箱箱的书 横越沙漠踏上运载知识的旅程 在肯亚超过48%的学龄儿童失学或辍学 骆驼图书馆成了孩子启蒙的重要管道 也让更多肯亚人享受阅读的乐趣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 这个专家来跟我们谈一谈阅读 第一位在我右手边的是 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林尔祥女士 林秘书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第二位是国立台湾示范大学图书馆的馆长 陈昭真馆长 同时他也是师大图字所的所长 陈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想先问一下陈馆长 这个国际阅读日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4月23号 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意义 它其实是那个赛万提斯 跟莎士比亚逝世的日子 对 所以为什么是把它定在4月23号 这个是在1995年 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就是把这一天定为一个世界书相日 对 那全世界很多的图书馆 或者是阅读的单位 学校 都会举办跟阅读相关的一个庆祝活动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有它罗曼蒂克的一面 但是也有就是说看到这种 我们讲说文学的句子 句作 这些包括萨斯贝尔 包括萨斯贝尔斯这些 他们在这一天的过世 然后我们来纪念他们这么多著作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时代杂志 就是说有选过在过去100年当中 10本最有影响力的书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10本书呢 对 时代杂志是在2000年的时候 它选出来10本 对20世纪最有影响的书 第6本就是玉婴宝剑 这本书竟然也会变成 对 重要的书 但是很奇妙 很奇妙 基本上这本书呢 它是第一个主张 我们应该用爱来养育孩子 不是用入耳 不是用规则 要求孩子这个 要求他那个用规律 这样子用爱 那所以这本书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它最主要是一个改变 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 在196几年代 美国的西皮 这个反越战的这样子一个事件 完全都是因为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爱不可以太过 太多变成 因为这本书是1946年写的 所以那些小孩刚好60年代 对 都长大了 对 那另外就是Rachel Carson 她的这个《极静的春天》 这本书其实是改变了 我们对整个生态 人对生态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人不应该去虐夺其他的动物 生态的一个生态念 而是应该跟整个大自然 一个结合 尤其是对土壤的使用 DDT的使用等等这些 都是对大自然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这本书事实上是促使美国 他们制定法律 有一些的荣耀不应该使用 刚才我们讲的这十本书里头 这个林秘书长 你对安妮的日记特别有感觉 是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安妮的日记 安妮的日记这本书真的 大家我想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可能都看过了 1947年出版的 而且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 从青少年的 然后从大人的 那也有电影 都会有 那我特别想提到的是 这本安妮日记 其实是改变跟影响了很多人 尤其在美国有一个高中生 一群高中生 他们那是被放弃的 好像都是移民役 或者天天在街头 可能都是经由火兵那样的状况 但是其中有位老师 叫做古威尔老师 他在想 我如何带着这一批的孩子 然后走上他们该走的路 他想到了一种方法 就是用阅读来让孩子改变 阅读让孩子改变的话 他选了一本书 就叫做安妮的日记 因为这是一个小女孩所写的 在被关在 为了躲避这个纳粹 关在那小歌楼上面 他写下来的日记 他说这一群青少年 都是叛逆的 他要告诉他 同样年龄的一个小女孩 在那样的环境下 怎么样去面对 因应这么恶劣的环境 所以他把让这个书 让所有全班的同学 一起来读 改变了他们 而且很棒的是 这些孩子读完了以后 竟然会想说 发现当年收藏那个 安妮的那个女士 现在还活着 对 所以他就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想办法请那位女士 到我们的教室来 然后他说不可能 这些不失钱 那是在很远的地方 在荷兰那边 我们是在这个美国 他们就开始说要来募款 募款 募款说要出那个机票钱 请他来 就没想到 我相信有一件事 是好事的话 真的世界上很多的人 都会在帮忙你完成它 然后真的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位老太太 就真的来到了她的教室 然后让这些 这些大个子的那些青少年 非常非常感动 本来他们说 英雄人物是在黑道上 那个拿枪 那个人才是黑道老大 结果那是密谱老太太 八十几岁了 瘦瘦小小的 然后她讲完了 她说我不是英雄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 然后这些大男孩 真的拥抱着那个老太太说 你真的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英雄 这个拍成那个电影 我记得是Hillary Swann演的 真的就她也是金将奖影后 她演这电影 真的让我们看得很感动 除了书本之外 就是说图书馆 我们讲说 现在讲到国际阅读 我们就讲到图书馆 那图书馆是个 在我们一般来讲说 是保存图书的一个空间 但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图书馆是 最先的图书馆怎么来的 就是怎么开始有这个演变 以前的书 并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在中国早期的书 都是为了帝王之家 到了十五世纪 才有第一个 是给一般人来看的书 来看的书 所以知识能够普及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这个印刷书 古藤堡的印刷书 让整个书是变得比较便宜的 那所以不一样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埃及有一个 非常很爱藏书的 盖了一栋全世界最宏伟的 亚历三大图书馆 亚历三大地 但是很可惜 它的图书馆并没有流传下来 这个是新的了 对 埃及他们就在二十世纪 把它重盖了 那重盖以后是完全不一样 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图书馆 这个里面是非常现代化 可是它还是要标榜着 埃及曾经是这么文明过 曾经拥有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图书馆确实 就把我们这样讲 就把这个知识 变成一个公共的资源 那各个国家也把图书馆 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建设 那可别请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图书馆在有很多 经典设计的图书馆 那有哪些可别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 我想以前的图书馆 确实是只要藏书 藏书就好 对 那另外就是一个很宏伟 因为它主要是藏书 然后对于这个使用者 用者的这个互动 这种感受 舒适度它不是那么的在乎的 但是现在图书馆不一样 我们看到 这是英国伦敦的图书馆 它把它叫做Idea Store 点子书店 就是它已经是变成一个 复合型的图书馆了 现在公共图书馆 几乎都转型了 除了很漂亮的图书馆以外 丰富的藏书以外 那里面有斯塔巴 有斯塔巴 有Post Office 他们不担心喝咖啡 会滴到书上吗 在当然那个位置 是会有区隔的 因为他们的图书馆 都还蛮大的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 对 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非常的壮观 那我想我们看了 这些图书馆 有很多设计是很经典 但大部分也都是在大城市 人比较出入方便一点的地方 那可是到了乡村 怎么办 我想顺便可不可以来 请这个林秘书馆 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你知道在乡村都是弱势 然后在乡村 他们距离这么远 没办法到图书馆去看书 那有什么样的机制 能够帮助他们 不一定要走到 我们讲的传统的 或者说这种设计 非常漂亮的图书馆 能够看到书 但是同样让这个知识 透过这些其他的管道 能够到他们的手中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 就像刚刚这个 《集艺》开始的时候 我们播了一段在肯雅 我们看到肯雅那样的一个地方 是贫穷的 是落后的 是远离城市非常大的一段距离的 但是他们用他们的 最普通的交通工具 骆驼 驼着书香带进了 这样的一个偏远的城市里头 然后我们还看到在哥伦比亚 有一位老师呢 他用驴子 他更有他的创用 驴子也是驼着这个书 然后单趟就要四个小时 然后他把书 带进这些偏远的城镇里头 不仅驴子到了 书到了 然后他还坐下来 帮助当地的孩子 跟他们做一些课业的辅导 或者是知识的传递 他因为他深深地相信 阅读 看一本书 才可以让这些孩子 看到外头的世界 所以他用驴子的方式 把这个书带到偏远的象征 其实在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地方日本的东北地区 被这个海啸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是很孤寂的 那时候也有许多的都市的人 他们想用把自己的房车改装 改装成一个行动图书馆 然后小小的图书馆 开车开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停下来 里头有漫画 然后里头有绘本 里头还有很多的文学的书籍 希望藉由这些书籍 这些绘本呢 能够安抚人们那种受创的心灵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像类似 这种移动型的图书馆 当然我想我们台湾 不可能是用骆驼 也不可能是用驴子 那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像我们天下杂志教育基金会 在2004年的时候 就正式启动了一个 希望阅读计划 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计划里头 就有一部车子 这部车子呢 车身上彩绘着一个 非常可爱的图案 然后它打开的时候 像有两只翅膀一样 这部车子我们叫做希望阅读 巡回专车 它就巡回到我们所认养的 两百所的偏乡小学去 然后当这部车子到达学校里 在学校的操场上 在大树下张开了它的翅膀的时候 所有的孩子全部都涌过来 他们觉得这部车子 好像山上的蓝雀一样 然后带进这么多 这么多好看的书 那这个车子呢 从2004年开始跑 那我们任养的两百所偏乡小学 分布在台湾的109个乡镇 这张地图很旧了 但是我很舍不得把它丢掉 第一手资料 对 因为 你应该把它复背起来 是 因为它 我们还在继续继续地填 所有的这些资料 都是我走过的地方 也就两百所小学 还可以走完 好像还有空的 还有一些空的 对 我还看到一两个 对 像澎湖这两个地方 我还没去 我今年一定会把它走完的 那这辆 我们的行动专车呢 也一直不断地 它走完了 它绕寻着我们 两百所的偏乡小学 从2004年一直到今天 它等于绕了台湾70圈 70圈 所以这是我们的行动图书馆 把这样的这个书籍 把城市里头最新出版的书籍 在同一个时间呢 带进了我们的偏乡的小学去 所以不仅是这个阅读书的模式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骆驼 透过驴医师 透过我们这些行动的图书馆 带到他们那里 那现在还有就是说 新的这个阅读的书 也变成不太一样 有些电子书的 我们来看一段VCR好吗 漫画里重重压着小朋友的书包 真的让人笑不出来 书包轻一点 小朋友的生活 才会由黑白变彩色 中国加州在前州长阿诺的 大力推动下 向后众课本说再见 率先使用电子教科书 生动有趣的内容 学习兴趣也大大提高 结果学生代数成绩 比以前高20% 带着平板趴趴照 学习不再受限于教室或家里 一台电脑轻轻松松 一手点进全世界 还有在南韩 小女孩熟练的操作 课堂里大家摆上桌的 同样不是课本 也是电脑 在数位化教育时代 南韩一马当先 早在2008年开始 在132个小学 推行电子教科书计划 把各种教材 影片 动画 全都推上网 像黑板一样大的荧幕 老师的手轻轻一碰 画面立刻转换 阅读数位化的未来 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刚刚看到在VCR里头 这个电子教科书 看起来很有趣 那除了电子书之外 我们知道还有这种有声书 甚至手机里头都可以听到 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 还有学生 就是跟我讲 我指定的教科书 他根本用听的 他不用这个看的了 那所以表示说 有各种不同形式的书 那可不可以请館长 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新形式的书籍 我们讲说书籍 书籍好像应该要有指头 可是不是吗 那他们对我们的阅读习惯 有什么影响 是 其实不同的媒体 还有不同 甚至不同的 相同的纸本 可是不同的编排 对我们的阅读 都会有影响 我们刚刚介绍很多书 报了很多书来 对 但是有很多的书 它就已经都是在这里面了 你看 我们看 打开来看 一本厚厚的 好几千页 好几万页的电子书 全部都就是在一本包包的里面 然后另外就是 这次用我用这台iPad 我也可以听有声书 甚至看所谓的OCW 就是看课程 OCW 就是开放式课程 所以其实会改变 也许我们对书还有情感 但是我认为部分的形式 是会改变成为电子书 那我想今天是国际阅读日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 也推荐大家几本好书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林秘赛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 我今天因为特别来讲到了 移动图书馆 刚刚特别介绍了 骆驼移动图书馆 我是介绍这一本书 这就是骆驼移动图书馆 那这是一本小说 那这作者呢 其实当时他也参与了 肯雅的骆驼移动图书馆 的一个管理员而已 但是这是小说 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本书我看了很感动 当然同样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在从事基金会的工作 在任养偏远的地区 推动阅读 那我也常常到达 我们的这个山巅海边 偏远的小说里头 所以看到自己的身影了 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头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 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是说书中一个 阿巴西所说的 因为这是非常肯雅 非常偏远的地区 那他认为说 这些的部落 都是扎根在尘土上的人群 可是呢 他说这些人 是过着艰困的生活 是遵循古老的价值观 而且以此为荣 他们已经发展出 他们应付干旱和死亡的哲学 当我们从外界来 得要他们学习读书 比较起来 我们适自的定居社会 反而缺少一种 灵活应变的能力 究竟是谁 应该教导谁的 谁在跟谁学 是 所以我说 其实这本书 让我一直深深地 不断地反省 我们到达偏乡的地方 去推动阅读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应该带的是 一种谦卑的心 我们更应该学习到的是 那种宽容 那种包容与理解 对一种不同文化 或者对不同生活方式 这是我读这本书的 一些的感受 也跟所有的朋友分享 那另外这本书呢 这也是我自己 很个人很强烈的感受 龙云台的大江大海 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读过了 那这本书 讲描述的是 1949年那个年代 当然我自己的父母 也是1949年那个年代 跟随着国民政府军 来到了台湾 我爸爸妈妈 都是流亡学生 那读了这本书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非常的爱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读 然后也希望说 让我再去找 所有相关1949的书 然后我就读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历史 就是他们 就在写他们的历史 所以这里头有句话 也提到说 他说龙云台那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想要讲 他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孩子是不想听 不要再说了 你又在讲你的那个故事 不要再讲了 之后他们想听的时候 可是爸爸妈妈 已经过世了 对 所以我看了这本书的时候 我这次我就会常常想 听一下我爸爸妈妈 你告诉我们 你那时候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生活 你那时候学生 是怎么样的学生的生活 如何求学的 我愿意静下来 去听他们的故事 听他们的历史 这本书其实让我们很多 为人子 也可以在此做一个反思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那时候我还找到一本 太平伦的故事 那时候我女儿躺在我爸爸的 这个怀里的时候 那我爸爸就说 那时候太平伦 我差一点就要登上一个伦 这要登上去了 对 我女儿说那什么东西 还没讲过听 我爸爸就讲这样的一段故事 那这一阵子 前一阵子出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书 最近这一类书 让我觉得特别的 有感觉 对 有感觉 这是跟各位分享的两本书 好 那陈館长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来讲 相对的 我的书稍微有一点偏听一点 你这个书好深喔 对 我今天介绍林珊 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对 这是中国人第一个 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 对 所以对我来说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 看不太下去 好 那是我们组了一个读书会 在读这本林珊 OK 我就发现这本书里面 就看到很多的西兰 这个少数民族 他们的很多的这个生活的习俗 对 然后很多的画面 我为什么拿这本书来 因为我们刚介绍到 佛洛伊德的文明极其不满 我觉得这本书 基本上有点呼应 相同的一个看法 所有的文明都对原来的文化 是一种破坏了 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书 这一阵子在电视上也有讨论 对 正义 我觉得所有的大学 我们或许都应该 用这种方式来教书 然后我们都说学习 就是要有思辨能力 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要 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 来看这个知识 所以我推荐这本书 好 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来宾 为我们介绍 不仅是介绍早期的 这些重要的书跟图书馆 然后也介绍这几本 这个在国际阅读日 让我们去可以来看的一些好书 确实就阅读是 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 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那同时就阅读也能够激发 我们的一些思考力 让我们真的是 对世界有更多的认识 古人说开卷有益 希望大家在国际阅读日的今天 也想一想 是不是以后要常常来看看书 今天很高兴 今天有两位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他们宝贵的这个意见看法 那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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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